师父,师父,师父,我很多话要跟你讲,师父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师父 我刚次打电话来乱讲话 现在我有机会跟师父你面前讲 对不起,对不起 我甚至交错了,乱讲话 师父,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 没关系的 好,你教师父的话就是师父要教育你 否则你找师父干什么 你就自己变成师父了嘛,对不对啊 对,师父感恩你 师父,我很多东西要问你 讲啊,赶快讲啊 好好,师父我就是说 比如我去拍书 我有去发书 我有去发书 我发书啊,我怎么样发呢嘛,师父 我去那些卖栽赛的当口啊 我去跟他们吃了饭 我就跟他讲,我放几本书在这边 跟所有的人借缘可以吗 他说可以 师父我这样对吗,这样 哎呀,这都太简单了 当然对了 这还不对啊 这叫什么,这都太对了,好了 还有我去旅行啊 我说把车我放带 放师父的带给他们看 他们看了很感动 我又拍给他们,这个也是可以啊 哎呀,这功德无量啊 感恩光您,感恩光您菩萨 感恩光您菩萨感恩,师父 我有师父我才羡刀江快一点啊 师父我过去很不对啊 师父你原谅我 对呀,过去脾气太臭了 脾气臭的不得了 是啊,师父,我很没有用的 我很没有用,辛苦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他也很乖 他也很乖的去拍书 他也是很乖拍书发明 我很开心 太好了 但是我过去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 我愿意说 我一直忏悔之后 对 忏悔到人间忏悔掉之后 死的时候就不会受到惩罚了 听得懂吗 你如果在阳间不忏悔的话 你以后死下去之后 会受到地狱的惩罚的 或者会成到阎王老爷的惩罚 听不懂啊 我就是有听师父讲 我很怕 我快点尽量的 我不会讲 是我说我会讲话 对 不能乱讲话的 地狱都知道 都听得见的 不要开玩笑了 是的 我老太婆不大会讲话 师父 请你原谅我 我师父 你可以看看我的 有没有灵性 今天不看的 不看 今天不看 你记住了 台长不会记任何人的罪了 我也不会记任何人的错 我最后台长最大的问题 最后就是我放弃 我没有办法救的人 我只能放弃 听得懂吗 干 我知道 我都应该对 有听师父的节目 我知道 师父你很辛苦 你师父你要休息 师父你 太过体贱了 师父你要休息 要照顾身体 没有关系 有很多人要等你渡 等你救的 师父 我知道 师父你自己要照顾身体 懂吗 你很疲倦 有时你疲倦 师父你休息 休息 休息好我 讲讲你的事情 讲讲你的事情 台长从来不把自己事情放在心上了 就是关心了别人 你讲吧 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说 我现在我念的经不懂 可不可以 27大悲咒 27心经 礼佛早月三天 还有我49篇解决咒 49篇往生咒 这样可以吗 可以 给你